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科幻小说《暴雪》当中提出来的 刚过去的2021年也被称作是元宇宙元年 元宇宙这个概念被炒得是火遍全球 你可能不一定明白它到底是啥意思 但我相信你一定听到厌烦 什么是元宇宙 简单来说元宇宙就是线上的3D虚拟空间 进入到这个新世界的钥匙 就是可穿戴的虚拟现实设备 比如VR头盔 这几年间VR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人们提供一种未来生活的一种想象 也许我们足不出户啊 就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见面 我们今天的两位讲述着 Hanna和三友 他们生活在日本 在有3800万人口的东京都 两人相隔有三个小时车程的距离 他们在现实里从来没有过交集 直到他们在元宇宙里相遇 Hannaです 今在北京で住んでいて メディアの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我是Hanna 目前住在东京 现在在从事媒体行业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私は三友です よろしく 大家好 我是三友 我今年28 在日本生活了将近有10年左右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跟朋友见面 跟朋友社交的 但是在疫情来到之后呢 就大家还是都比较害怕嘛 而且很多公司都变成远程工作了 所以基本上一天就不怎么出门的 所以2020年这一年就基本上很闷 就觉得很想找人说话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 她说她最近买了一个设备叫Oculus 然后可以玩VR 然后我这个朋友给我推荐的理由之一呢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去聊天 所以当天我到她家之后 体验了那个VR的一些游戏啊 还有VR里面聊天的体验之后 我当场就下单了 然后自己也买了一台 我是一个玩家 从那个小霸王时代 一直在玩游戏 一直玩到现在 一开始其实说实在的 我对这个游戏吧 只是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兴趣 刚出来那一年 我其实就是用电脑玩了一下 我觉得这游戏怎么这么无聊 就是空这个角色到处跑而已 然后跟人聊聊天 我想说其他游戏都可以做到 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用VR设备进入到这游戏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2019年年底嘛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Handa和三友来到了VRChat 一个类似于千禧年间的初代网络聊天室 但不同的是啊 当你戴上VR头盔 拿起手柄 现实世界就从你眼前消失了 进入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是如此的真实 你在现实当中的每一个点头 每一次握手 每一回拥抱 都会反映在你的虚拟形象上 而此刻 三友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动漫中的帅气直视形象 出现在日本人聚集的世界当中 进去之后 这里面全都是妹子 我想说嗯 我好像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顿时我就开心起来 既然刚进到这个地方 我肯定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来进行一次闪亮登场 然后我就做出了一个非常摇滚的手指 竖起的大拇指 还有小拇指 交叉在胸前 稍微蹲下一点 大喊 然后大家都看向我 走过来 然后我们几个当时就 站在那边把他围起来 然后就跟他聊天 我当时心里还想 然后说这个人在现实当中 肯定不怎么受欢迎 然后跑到压里面 这么多女生围着他 他才会这么兴奋 平时肯定是个什么胖死者之类的 但是我也没有说 我当时就觉得无比幸福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实中从来没有说 能达到这种成就 就是一圈妹子围着我 我是那个主角 最伞样的那个伞 当时就有点忘乎所以 就比较嗨的一个状态 就其他人可能印象 现在不是特别深的 但是对我女朋友 当时的印象就是 声音特别好听 让人比较觉得萌的那种感觉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安静呢 而且说话声音这么好听 怎么不多说两句呢 然后就会一个劲的 跟他就是打话 想着 就是多抛给一些话题给他 然后当时 就是他看到了我 用这个形象之后 我就特别特别兴奋 特别惊喜地喊 哎 迷豆子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 角色扮演 就比较入戏吧 然后当时就觉得 还蛮在意这个人的 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所以之后到别的世界里以后呢 就也会比较多跟他说话 而且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来找我说话 聊了一阵之后 一位老玩家提议 带着这群新朋友 看看不同的聊天室 在VRChat中啊 也就是不同的世界 这些世界大部分都是 玩家发挥想象力 创造出来的 在现实当中 难以抵达的地方 像是银河系外的星球啦 海底两万里啦 或者是地心世界 但是在这趟 充满未来感的旅行里 让Hanna最难忘的 是回到那个 还没有被疫情改变前的世界 原本就是住在日本的话 其实每年都会 跟朋友一起去看话 花火大会的嘛 在2020年因为疫情 其实夏天 日本这边的花火大会 几乎都是取消了 所以觉得是蛮遗憾的吧 但是到了那个星球之后 星球的天空 布满了青色的极光 然后在那个天空中 就一直放着特别大的花火 就有一个日本朋友 他当时就说 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补上今年的花火大会 大家可以一起看花火了 当时我觉得 哇真的太美好了 我还记得在看一下花的时候 我女朋友就在我旁边 我一直在逗她笑 会一起玩这个小花火 我们两个就是对着放 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小花火 在她面前跳个舞之类的 就是你在其他游戏里 你是做不到的 就是说你用自己的肢体 去逗别人玩的 就是这都是VR才有的体验 当时我们就一起玩 现象花火之后 我对她就很有好感了 她就一直 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动漫形象 她都会很积极地去给我回应 然后配合我 跟我一起去玩 这个我就觉得她性格特别好 她就声音还蛮好听的 而且日语说的也不错 再加上那个形象 她的那个虚拟形象的话 就会非常让你有代入感 就好像在那个漫画里面一样 漫画里的男主角一样的感觉 毕竟现实中 我们的脸没法选择 但是游戏里面 我们脸是当然是能选帅的 大家也都不想选丑的 就是那个房间 其实我们也玩了非常久 就待了几个小时 又聊天 又看烟花 又玩花火的 就是也是过得特别开心 取下头盔的时候 一般都是蛮空虚的 明明之前 你是在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地方 然后你摘下头盔 就发现你是坐在你自己的客厅里 之前明明你周围围绕着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大家在一起 然后有说有笑的 然后突然你就变成一个人了 觉得很穿越吧 然后有一点点空落落的 哇 那个落差你别提了 那真的 就是你在一个美梦中突然惊醒的感觉 我就觉得突然间被拽回到现实 就觉得还想继续玩 还想继续享受这个美梦 但是毕竟现实还是现实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你不去工作就没有钱 没有钱你就没法养活自己 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那你只能留宿街头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现实 还是要继续工作 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这个工作赶紧结束 我好回家去玩这个VR chat 就一直在熬嘛 一直在熬一直在熬 总算结束了 然后晚上我回到家里 我记得我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拿起我的Oculus 找给Hana 看她在没在线 我就打开那好友列表 我一看 她不在线 然后我想说 那我就先吃个饭吧 吃完晚餐之后 我就回来 想说她差不多应该上线了吧 第一天结束之后 就对她还挺挂念的吧 就上线之后 敲咪咪发现她在线 我也不经意地 来到这个房间 制造一场偶遇的什么 我是有去进行一个情绪控制 没有去第一时间找她 就是反而去找一些 其他日本人聊天 然后当天我记得 我是稍微鼓起勇气 当天我就说 要不要去那个卡罗K世界看看 然后她说OK 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 当时我记得除了我们俩之外 还有一个运户 是一个小猫的形象 很特可爱 尽管VR世界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如此真实的KTV包房环境 但它也有局限 比如网线一拔就两眼一黑了 虽然没有那么极端 但三友和汉娜也遇到了网络卡顿 让他们在虚拟世界里走散了 也多亏了这一卡 让他们阴差阳错地重逢 而且忽然变成了独处 我们是唱了一阵之后 就说还有别的卡罗K 我们要不要再去看看别的 但是到移动到那个房间的过程中就bug了 然后就失联了嘛 然后这样中间其实还颇是折腾了很久 比如说她在A世界 然后我飞到A世界 但是那个A世界读取又很慢 这个时候她已经跑到B了 或者是她也在找我 就是两个人一直见不到面 当时还真的有点着急 就有点像走丢了 然后两个人互相找不到那种心情 她就最后回到了她那个出生点 就初始的房间 就终于在她的那个房间里面 见到了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跟一大帮人一起玩 所以突然两个人就变成独处了 我就当时突然有点小紧张 就也没怎么说话 然后她就突然问我 她说你是谁谁谁 说你是外国人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当时就惊呆了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直接吓得不行 因为你想说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很尴尬的 就是比较中二的自己 全都抛出来了 然后你突然间发现这个人 跟你是一个国家 就是感觉自己暴露了那种感觉 当时觉得很神奇吧 首先是 就是好好有缘呢 怎么会这么巧 对 然后因为中国人肯定是比日本人 我觉得更好交朋友的嘛 就很多事就 而且就可以用中文聊 当然是很开心了 就我们两个都是在那边笑了很久 这也是太搞笑了 互相都以为对方是日本人 结果整个半天两个人都是中国人 而且还是东北老乡 就直接连地域都一样的 第一天独处之后 就那天聊了通宵 因为完全停不下来 就这种很神奇的 就所有的爱好 然后所有的喜欢的东西都很相似 就会有一种知己的感觉吧 类似的地方太多了 当时我就可能觉得 她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 包括我是比较喜欢宇宙的一个人 一般很少女生会跟我聊这些东西 正常女生的话 可能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可能觉得 这宇宙的事 离我的生活这么远 我聊它干什么呢 我就是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看科幻世界 然后三体也是当时我从高中开始追的连载 所以我对宇宙或者是说物理这些东西 一直都是很感兴趣的 从小到大 然后我们就会聊 比如像什么量子纠缠 比如像一些虫洞 然后就比较大开脑洞 聊一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聊一些宇宙上面的东西的话 都是会看着天空聊 就很碎脖子 因为现实中你还要戴着VR头盔 它也是有重量的 虽然不是特别沉 但是你就戴着VR头盔 一直看着天 你脖子也还是会累的 VR里面因为这些世界都是玩家自己去见的 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充满了想象力的 比如说之前像那种日出日落很快的星球 我们是谁也没有真正经历过的 我记得小王子里面其实就是有这种设定的 他有说过他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天看了好多好多次日落 可能就是这种 就会激发起你对很多的作品 或者是很多的相关的知识的想象 然后去激发这个讨论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VR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从那天起 Hanna和三友就开始通宵聊天 过着一种虚拟与现实交替的双重生活 白天上班打卡 晚上周游世界彻夜聊天 几乎失去了睡眠 三友积乐在其中 又担心再这样下去会猝死 三友在想 如何能在这个VR世界里和Hanna更进一步呢 说实在的 就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来看 刚玩这个VR游戏 都可能很好奇 想说在游戏里 亲女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都可能跃跃欲试 可能我刚开始 就是对她有好感的时候 我就想试试亲上一口 但是不敢嘛 虽然是游戏 但是因为是VR游戏 我们都是把自己身体带入进来的 可能直接就这样做的话 还是挺冒犯的 就想说怎么互相就好感一些 毕竟我们都聊了那么多了 而且她也表现出来 对我有好感的样子 这应该可以了吧 我之后可能有一次 又再约她来我房间 然后也是我们两个人在那边聊天 然后我说 你过来一下 然后她就控制那个人物 往这边跑 我说就站在这吧 然后她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想试试看看这个 游戏里面 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就起了她一口 我就记得我就是把脸凑近了 我在现实世界中 肯定是没有绝罪的 这一点我还并没有那么入戏吧 要是别人看到的话 就是一个低着头停滞的一个状态 让我惊讶的就是 她居然跟真的kiss 给人带来同样的感受 这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那种紧张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会觉得像出电了一样这些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真的很神奇 而且给你带来的感受 是非常的好的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吧 就是你在心理上 你在精神层次上 你已经把这个女生亲了 但是实际上肉体上 你却并没有碰到她一分一好 很矛盾的一个事吧 就是你又亲了这个人 但是你又没亲 就是不好形容的一个事 当时我们其实在VR里面 是情侣的感觉 已经是互相喜欢的状态了 而且彼此都知道 只不过当时我在犹豫的 就是要不要发展到现实当中去 最开始我是比较坚决的 觉得这两个还是不太能混淆的 当时主要担心的就是形象上的吧 见面以后如果 就是对方长得很丑的话 那就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你想 你要见到对方长了什么样子 然后你觉得我这人好丑的话 然后你再回到VR里面 就算他用一个 很赏心悦目的形象 就是你 你眼前肯定还是会浮现 那个真实的形象 就会崩塌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实当中 肯定是没有在VR里面美好的 我其实很早就想说能不能见一遍之类的 说实在的 就是就算见面会破碎 也比就是说一直把人吊着 然后你活在梦里抢吧 我是有这种想法 就是你要是跟游戏里面就不一样的话 至少我可以立马 这个美梦就破碎了 觉得我们聊得越来越多 然后两个人感情也越来越深 其实就会 就想要见面的这个想法可能会越来越强吧 然后我可能也会慢慢的觉得 是不是应该见一下 如果想在游戏里面把他约到现实中来 你想把一个人从虚拟世界中拽到现实中来 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就要想一些办法 就是真正就是说 实施出来就是可以办成这个事情 我提出了一个 在他看来非常浪漫的一个约会方案吧 而且我这个约会方案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 就是非常过激 非常少而不义的一个 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是这么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要不然我们选择在色谷站集合 就是色谷站有那个中犬八宫的雕像嘛 然后快走进那个雕像之前呢 我们就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走过去之后呢 我们就开启那个手机的那个语音通话 然后我们就靠这个通话来找出对方在什么位置 找到对方在什么位置之后 我们两个就会像游戏里一样 做一个亲吻的动作 亲了之后 我们再把眼睛睁开 然后再回到现实世界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一个 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交替 融合 这个确实在我看来是很有魅力 很有趣的一个方案 就是它足够有趣 先不论它能不能实现吧 其实我在自己的事情上 一般都比较谨慎 就不会说去随随便便跟不认识的人聊两天 然后就见面这样子 但是同时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浪漫的人 我就觉得哪怕是见了面之后 可能会失望甚至说毁掉这个关系 但是这么浪漫的事情 应该值得这辈子冒险做一次 但是他又觉得在那个色谷站前面 就是纵权八宫前面 在大家观看之下做这个事也太羞耻了 他就说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还可以试试 然后我就想说闹得哪儿没有人 哪儿人少之外 我就想了半点 我想说那卡拉OK的包房应该是可以的 这次约会的时间最后定在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 在色谷的一家KTV见面 Hanna记得那天很冷 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没有了往年那么热闹 印象特别深的是 当天好像我们约的是晚上见面 但是从下午开始就特别紧张 特别特别紧张 我觉得我人生都没有过这么紧张 无论是面临什么高考 还是什么大型考试 大型的活动 我都没有过 包括我也是 我一开始说的时候 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我也都这么大了 反正就是弄点新鲜好玩的 试一试就好了 也不会有觉得什么害羞的什么东西 但是真正实施之后就觉得还是挺紧张的 进了房间以后就用微信告诉他是哪个房间 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有选几首歌 然后我就准备好歌之后 就在那边坐着等他 我选这几首歌里面 有一首歌叫做Reality 它是一个名叫初吻的电影里面的一首主题曲 而且那歌词也特别符合我们当时的主题 从虚拟到现实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两个 所以说就选了这首歌 然后我就把这个歌放了之后 我就闭着眼前坐在那边等 就特别特别紧张 然后就感觉到那个门开了 我记得我推进门走进去的那一刻 毕竟眼前是一片漆黑 再往前走两步的时候 我就摸到那个沙发凉凉 我就摸着这个皮沙发 一路往里面走 他就坐在这个沙发的尽头 他就好像就很小心的 然后坐在那边 因为是冬天 就感觉一股寒气靠过来 然后我就能感觉到有个人坐在里面 我就伸手去摸了一下他的头应该是 然后我就伸手给他抓过来 给他捞过来 然后我就开始去亲他 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凉 因为他刚从外面进来 就感觉凉凉的 但是怎么说又很安心吧 因为在那个瞬间你会知道 其实VR里面很多的东西 它再怎么美好 再怎么仙境 然后再怎么符合你的幻想 它都是不能战胜现实当中的东西 就是在那一刻我就很确定 就是我可以说VR里面接吻也很美好 但是你真的现实当中跟这人接吻了 你才会发现原来现实当中 就是你的DNA真正是渴求的东西 就是人跟人的这种接触 迄今为止也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就是在游戏里面特别喜欢一个人之类的 然后总算到现实中 说的比较中二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像那种动漫主角一样 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顿时有了天选之子的感觉 这个音乐播完之后 我们两个当然就是睁开眼睛了 我们两个就开始四目相对 然后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说了一句 总算见到你 我睁开眼睛看到它 就长得很符合我的审美 形容的话 就是日本的话有一种说法叫颜细脸 就是那种很清秀的 所以我就还是蛮喜欢的 可以说是完全超出了我最开始的预期 一次看到它 当然是觉得比想象中的要好看 就是它是短发嘛 刚到肩膀的那种 皮肤也是白白的 然后眼睛大大的 我觉得可能我不太擅长描述这些东西吧 就觉得挺好看的 就是想说哇 我在游戏里居然还能碰到这么好看的女生 其实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可能他也是比较害羞 很多话题都是我来主导吧 所以说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不自然的地方 不过呢 就在我一连连的给他破冰 就是那种打开他的那个防备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会聊的越来越多 包括我记得 我们当时从那个卡拉OK出来之后 也是一路上在聊天 因为我们之前是说好 他说他不太喜欢做计划 他说我们当天可以在瑟谷 就随便看一个店 觉得好就进去这样 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做什么期待嘛 我当然是有备而来 就比如说我前一天的时候 我去探查一下地形 然后就把附近的那个一些路啊 都差不多转了一圈 我为了跟他见面 为了跟他约会的时候 特地去买了一件衣服 我记得当时买的那件衣服 应该是三万日元左右吧 我真是觉得他太贫了 太卷了真的 然后他当时有给我留下了一个悬念 就是他当时中间有一个小时 就没有说要干什么 但是他又透露了说 好像是要干什么 当时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反正我就是拉着他走到地下室 进到那个房间里之后 我就让他把眼睛闭上 当时就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想这是什么地方 该不会什么情侣酒店之类的吧 还有点小怀疑 但是进去之后 我马上就知道是做什么 因为进去之后就是一个练舞房嘛 我就开始在这个房间里面进行准备 我就把这个照明了 弄得比较浪漫一点 然后好像是有音响 然后有灯 而且那个灯还是自己加工过的 然后他自己弄了一个色纸 就那种透明的蓝色的纸 然后放到地上之后 整个房间就变成那种淡蓝色的了 就特别漂亮 他先开始放了音乐嘛 他准备了一个歌单 然后之后他 我才知道他整个歌单里面的那个乐曲 顺序都是有设计好的 为了凑这个歌单 我记得找了好几百首歌 我记得跳了十几首了 就是当天晚上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 比较适合跳舞的一些能量的老歌 然后在第一曲 那个旋律开始之后 就像 他就像电影里面那种 就是伸出一个手 然后邀请我跳舞 然后我们就开始跳了 就像我们在游戏里面跳舞是一样 只不过跟游戏里不一样的是 他跳舞会一直踩我脚 这是现实中跟游戏里最大的不同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平时会跳舞的人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 有点惊讶的 但是这个idea对我来说又是很浪漫的 我也挺喜欢 所以他也是就一边笑话我 然后一边跟我跳 我们两个可能就这样跳了三十几分钟 然后我可能觉得时间也差不多是时候 我就顺势 我就跟他来了一个告白 然后我说我第一次碰到 能跟我兴趣爱好这么相似的一个女生 可能我今后也不会再碰到这样的人了 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他第一反应 不是说答应我 也不是说拒绝我 而是哭了 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浪漫 因为你很难想象有一个男生 能够把那些影视和动漫里面的东西 去真的做到生活里面 其实我也是 我也情不自禁地哭了 但是呢 但是我又不想让他发现我哭了 我就让他靠在我肩膀上 我说你在这儿哭吧之类的 就是把他搂在怀里了 我就默默地就是也开始哭 然后呢他哭了一阵之后 然后我又问了他一次 我说那你就是想好了吗 当时我就答应了 然后在那种气氛下 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 然后我们就继续跳舞 然后跳到所有曲子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就 就手拉着手一起出来 而且还在那个舞厅外面拍了一张自拍 也就是我们第一张的合影 真实世界里面的合影 后来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把那个合影发给自己父母报告 从那天开始算起 三友和汉娜已经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了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情人节 异地的他们再次相约在VRChat里约会 一起看看属于他们的不存在于地球的独一无二的世界 再一次让汉娜惊喜的是 当三友在VR世界中递给他礼物的同时 汉娜的腿上竟然也感受到一份沉淀淀的重量 原来三友悄悄来到了他家 经历了这段如梦似幻的恋爱 三友和汉娜对于虚拟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 现在的互联网 我们通过屏幕去聊天 通过文字去聊天 可能是一种扭曲了人跟人本来交往方式的一种方式 因为文字很多时候是没法去传达一个人的感情嘛 但是VR可能 如果它能够成为下一代的聊天工具的话 其实它是能够很好的去弥补这些不足的 那可能我们以后的聊天 就是真的跟现实当中又变成同样的样子了 我一直觉得随着VR技术的发展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 在VR或者元宇宙里面相识并且相恋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比较想看到的一个未来吧 VR这个领域其实在我看来只是刚起步 只不过它未来发展的空间是很广阔的 VR世界真的像一种造梦机器的一种感觉 它可能未来有一天真会让玩家 让大家体验一下能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的感觉 未来肯定是会有这么一天的 只不过困扰大家的疑问 就是这一天还有多久才能等得到 而且体验了这些VR设备之后 我想说可能这一天也不会特别远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佳文制作 声音设计桑全 实习生王毅冲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